到底是谁 那么今天又有人出来了 这是民进党籍的立委余天 他的妻子李亚平 他今天证实余天曾经接受过阿扁的金元 时间是在立委选举之前 那么他表示当时陈水扁透过民进党 给了余天一笔30万元的竞选经费 过着余天的首 今年1月立委选举最后一夜 当时当主席陈水扁替余天站台横给面子 现在陈水扁深陷洗钱风暴 余天通过妻子李亚平承认 他也有拿陈水扁的钱 我知道的是应该有了 然后好像是30万用民进党的名字登记的 我们在选举 那他也在帮各个候选人在助选 都非常忙 有客人拿过来 然后好像是到民进党党部去 有我们会计去拿的吧 那时候来帮我们占过无数的财 在心里面来讲是蛮感激他的 就拿过这笔30万选举金贝 但是不是从陈水扁口中的 弃义账户内拨垮 余天也不知情 他强调以民进党员首党主席陈水扁 30万选举补助金贝 没什么不对 但对陈水扁有没有钱进海外 有没有洗钱 余家都已不清楚 回避替扁背书的尴尬 专属旅家线唐黄南台北报道 好 就是